来 爷爷 现在是上班时间 您可以下午再来打扫 我看起来像打扫的吗 您拿着拖把 不是来拖地的 难道是来参加 魁迪奇比赛啊 对对对 是在打扫 年龄大了嘛 看你不干净 就打扫一下 那辛苦您了 好 这股脏 也不是很脏啊 跟我妈一样 这双眼睛还准 你也是游乐社的 我怎么没见过你啊 我是新来的实习编辑 我叫初礼 初次礼乐请多指教 你也是月光的 忠实读者吗 这是创刊号 第一页上的一页 一句话 是我爷爷给我取的名字 夏老师 您怎么提前回来了 夏老师 您是夏总编 冷呀 听说你接触过咒川 夏老师啊 是这样啊 这个 咒川呢 只有一步东方已闻路 论咖位的话 跟寇伟比的话 差得有点太多了 就算他小说我看过 我觉得他行 除了他之外 还有没有别的人选 我想推荐 那是江宇晨老师 江宇晨老师 谁 江宇晨啊 初礼啊 我记得你是学金融专业的吧 那江宇晨 那夏华趋势都已经那么明显了 他能当潜力股用吗 那你这金融专业是怎么学的 确实 江宇晨自从和顾白纸停止合作以后 已经接连失败两部作品了 一两次失败不算什么的 一两次失败还不算什么呀 这就已经关系到 我们这个编辑部的 所有人的犯法问题了 你以为你打游戏呢 还有好几次机会 你觉得你能唤醒 江宇晨那个 要沉睡的大师吗 你比顾白纸还好用啊 小江当初呢 是原设一手八绝的 任何人呢 都可以放弃他 可是我觉得呢 原设是应该给他一次机会 小鸟 初礼 你们俩来 刚才夏老师的话你们也都听见了 如果谁先签下合同 谁先做出成绩 那谁就先转正 我愿意代表袁月 去跟江老师好好谈谈 我是他多年的读者 成功几率可能会大一些 我听苗副主编的安排 不能把江宇晨便宜给处理 好都没啊 走了 我马上收拾一下 对了 我的书迷再买你的书 是他呀 改鞋归正了 拿着 前两天不还把他扁得一无是处的 今天怎么就屁颠屁颠来买的呀 我哪有说一无是处 这过我可不背 看不出来 你还是父子粉啊 两个一起喜欢 谁喜欢了 眼神不好就是看眼科 你这人怎么人身攻击呢 我招你惹你了 和你很熟吗 我跟你很熟吗 一上来就给我扣周不轩 读者的帽子 周顾轩老师怎么了 你刚才拿的这本岁月如歌 都不知道佳音多少回了 这次还特地推出 特别纪念版 这可是经典中的经典 你把书挪这么远干什么 人家俩父子书放在一起 不是挺好的 好了没啊 你这电影真是的 什么妖魔鬼怪都能往里跑 我同意 确实什么妖魔鬼怪都有 书不错啊 需不需要带子 不用了谢谢啊 快点儿吧 快点儿吧 这个吧 那个吧 幼稚 二零七零 二零八零 二零七零 到了 哇塞 哇 这么大 也不知道我要奋斗几辈子 才能买得起这么一栋大房子 只有狗叫什么 二狗 神棒 哎呀 难道周川老师今天不在家 周川老师 妹妹 你好 是周川老师吗 我是圆岳出版社的编辑初礼 是这样的 昨天我给您发过消息 但是您一直没有回复 所以我只好冒昧找过来了 怎么是她 我们副主编想让我来跟您谈谈 新书签约的事 这里没有住船 找错人了 找错了 是二零七零啊 可能这里有两个二零七零 谁啊 是周川先生吗 这里有份需要您本人切收的 重要快递 什么快递啊 周川老师 真的是你吗 你炸我你 不 不是实在是对不起了周川老师 用这种方式跟你通话 我也是逼不得已的 要是今天见不到你的话 我就得 滚 喂 物业吗 周川老师 我真的不是骗子 你听我解释 周川老师 周川老师 你干干没有 我真的 叶主头送你扰名 请你赶紧离开 我没有扰名 两位大哥 你们是不是有什么误会 我是来探工作的 你要不肯离开 那就没办法 两位大哥 有话好好说 有话好好说 不要干我 两位大哥 你们力气好得 都走 我认识 等等等等 等等 顾总监 你还记得我吗 上次你来圆圆社 我们见过的 当然 你还让我当众下不来台 就你和我认识放开他吧 没事了 你们走吧 谢谢顾总监 我还以为你是聪明人 女孩子一个人在外面 你还是留点体验 都川不愿意见你 你是见不到他的 回去吧 要是早把书签给辛顿 你不就清静了吗 你也是真够坚持不懈的 刚从北京调回来 就来找我 辛顿到底是给了你多大 KPI的压力啊 哎 我知道 你迟迟不肯签给辛顿 就想看看哪家公司 还会给你更高的价钱 但我敢说辛顿的条件 一定是最好的 是吗 我当初把东方已文录 签给你们的时候 好像真没有感受到 我们这次不打算 谈什么保底印数 五百万 买断这本书的全版权 那我是省心很多啊 但是我怕冲倒 张雨晨的附折 你如果因为这个拒绝我 那就太不理性了 我只是想把书签给一个 比较人情味的编辑 来日方长 反正我已经搬到了 这个小区 你随时想通了 随时联系我 你家真的不能 请阿姨打扫一下吗 阿姨抱 来 谢谢周川老师 虽然跟你住一个小区 但以后没事儿 少来烦我 再会 拜拜 你还没走 周川老师 周川老师 我跟圆圆社真的 非常有诚意与您合作 五分钟时间 不 两分钟 你只要给我两分钟就够了 周川老师 不如您先听听 合同上的条件 再拒绝我 周川老师 周川老师 你还在听吗 把合同放开第一 输了多少 念啊 四万 好 你怎么来了呀 我 哎 您要的书 给你 走吧 哎 我说 你就不能找我阿姨打扫一下啊 哎 刚才女模特也说了同样的话 我知道她来了 碰上了 哎 那太可惜了 我没有看到 丁涛拍案的方面 丁涛拍案 先把你拍死案上 哼 走了 嗯 余叔别 余叔别 我 我就见了周川老师 但他对我们的合同 特别不满 请问我们能不能 提高保底印术啊 你知道什么是保底印术吗 嗯 保底印术是发行部门 根据作家以往的成绩 分析完市场行情之后 给出的数字 不是谁想改就可以随便改的 行 那我有事我先走了 你这件事要找 就找发行部梁冲烂梁主任 好的好的 谢谢余叔姐 保底数三千 一本不能加 可是负责的编辑 编辑懂个啥呀 懂市场吗 懂营销吗 他们要是懂 要我干什么 我告诉你 现在是大数据时代 一个作者可以卖多少书 是可以算出来的 一个新的作者 你给保底八千 谁给你的自信啊 卖不掉怎么办 你拿回去胡强啊 就三千了 不能再多 哎 梁主任说得够清楚了吧 快去 我叫他去 宇文 看着他 别让他痛了 来交给我吧 进来 梁主任您好 我是编辑二部的初礼 想来跟您争取一下 周川老师的信书保底应数 这是我做的 周川老师的一些数据报告 我要是记得没错 这个周川的保底数 我早就定了 是不是 定了的话 你为什么来找我 你怀疑我的决定啊 还是你觉得 你的功课比我做得好啊 我告诉你 周川的保底数 是不能变的 你清不下来 是你无能 编辑部 有人可以用 最低的保底数 牵下座家大神 我叫大神 比方说老苗 你能不能学着点 出去 我走 胡总监 忙的 没什么 跟你说个事了 李渔导演想买江宇成的 消失的动物园 他亲自给大老板 打过电话了 李渔 对 江宇成也算是你一手带出来的 这件事情 交给你没问题吧 小灵 你跟江宇成谈得怎么样了 已经拜托叔叔帮忙联系了 应该很快就会有答复 挺好 江宇成呢 要比周川好谈很多 我之所以这么做啊 就是为了 希望你在处理之前 把这个合同谈下来 所以你得多努力 我知道了 谢谢苗主编 副主编 去忙吧 嗯 这是给你买的咖啡 不知道是不是你喜欢的口味 你不喜欢的话 我可以去买别的 好 谢谢 哎 我听说你跟周川见面了 谈得怎么样啊 我 我连把合同递给周川老师 让他砸到我脸上的机会 都没有 还是你不会谈呢 梁主任也说了 让我问问你谈判的技巧 瞄准便 你之前都是怎么谈的 那个数字是怎么得来的 好 那处理我问问你啊 你认为 应该开多少的保底印书呢 十万 作家的第一笔版税啊 是根据保底印书而定的 如果能开到十五个点版税的话 那就已经是顶了天了 我们能够承担多少的成本 我就给他开出多少的数字 我们呢 这里是出版社 老板是商人 是商人 他就得赚钱 周川 他只有一本书的成绩 他下本书是好是坏 到底写上什么样 我们谁都不知道 在我们这个行业里面 出道计巅峰的人比比皆是啊 你看 我们社里要给一般的作者开价 也无非就是三千到五千 而我们给周川呢 一开始我们就开到了三万 后来又追加到了四万 这足以证明啊 我们社里面 对他是很器重的了 可是 我怕如果告诉周川老师 这个道理 他会把我暴揍一对 然后快递到付打包回来 那快递到付的钱 我们也不会付 你是真的脑子不够用啊 我跟你这么说 是我跟你这么说的态度 而你要跟周川怎么说 那就是你的话术问题了 这微博上的周川 和我白天遇到的是同一人吗 什么温柔正能量 压根就是个骗子 这 我实在忍不住要吐槽一个作者 微博萌萌哒 私下咆哮王 嗯 原来周川老师的狗狗叫二狗 周川每年过年都是要出国过 但他爸却都是在老家过年 也就是说 周川已经七年没有吃到过老家的肉包了 对吧 微博就是拿来装好人的 我今天也被气到不行 连空气都想怼 事业都没法进行 这狐狸君居然还有事业 是不可以用一个臣子 对那些人都想态了 我来说你一定是在一起 对那些人的误信 我这些人都想态了 我看见